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算是吧 算是 对 刚才吴总说到了就是他这个行业里面提到说 这些人怎么奖励 大家在一起怎么协同 您有什么建议呢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在技术层面 这样看啊 就是说区块链其实解决什么问题 就是区块链所谓解决问题 大家其实解决一个就是一个共识问题 就是说什么是共识问题 就是一帮人在一块呢 就是对某个事情的认可度 共识度多少 那这个问题是一个传统的分布式系统的问题 这个 我是因为八十年代上大学研究生 然后九十年代就开始研究这些方面的 所以呢就是这个历史还是比较的清楚 然后现在区块链包括 就是它的技术的 就是几个主要的根基 比如说共识算法啊 什么这个公钥系统啊 什么Morkel Trade的Raforkel 这些人其实我个人都认识 就是说同事这么多年也算是个人朋友啊 你看这些人其实都没有出来啊 都没有占在前那样 其实还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呢 这个比特币刚一出来的时候啊 我一听就 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曾经有过一篇文章啊 就是题目就是 共识算法的不可实现性 就是说在学术上是这不能实现的 在分布式系统里是实现不了的 为什么不能实现 我再回答 现在解释 所以第一反应就是说 它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人家已经证明了是不可能解的 对吧 所以呢 你在此一研究 它解决的不是这个问题 它解决的是另外一个 解决什么问题呢 它解决的是 它并没有解决共识问题 它是永远可以是逆 就可以得逆的 它只不过是加入了经济的杠杆 就所谓挖了矿啊 大家去抢这个比特币 这事呢 使得大家往前冲 往前冲呢 它的技术上其实还是挺的巧 非常的巧 这Satoshi这个人 不知道谁啊 非常的聪明 所以它呢 你比如说大家时间实际上是不能同步的 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分布式系统里头 就是各个电脑之间 时间是不可能同步的 这个是你要谁要跟我说能同步 那个人一定是问 是不在 外行不懂 但是所以不能同步 不能同步怎么办 它非常巧 它用块的那个续号来同步 就是说时间都说不清楚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这是比特币的第167块 这个号大家都认可 所以它是这样来同步 可是呢 就是说你可以在昨天拿到第167号 我是后天拿到没什么关系 咱就以那个号来虚拟的来通 对吧 但是它实际上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确定的 所以就是说 问题比特币你一弄了以后说 人家说你要等6块以后 这个事才可能敲定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可逆 可逆度是每增加1块 它的可逆度就急速降很多 那6块以后大家就不太可能 所以它没有解决了共识问题 它解决了一个变种 那 它的挖矿这种事情 所以就挖矿 它是用了一个挖矿技术 所以后来就很多人就提出来说 它这挖矿技术费什么电啊 干嘛的 不一定合适 所以有很多人就把共识算法 什么拜占林将军啊 这些问题都拿出来 可是这些问题 跟实际应用上 实际上要挂上钩的 就是它这个食品 比如说这个问题吧 就是说它最重要的解决问题 并不是说链的技术问题 就是它的business model里头 可以信的节点 到底是有几个 是多还是少 对吧 它要是多了 可能是一种解决办法 它少了是一种解决办法 所以它并不一定要 最先进 最完美的 最复杂的区块链系统 它可能有一个 非常简单的区块链系统 就能解决它的问题 所以就是说应用上 一定要针对自己的系统 所以你看说现在 比如说付款 银行对银行之间付款 它用区块链去解决的话 它就不用那种最复杂的 也不用挖矿 不用去干嘛 它用另外一种 非常简单的方式 因为它的应用场景 是不一样的 它的可信的模型 是不一样的 我这个问一个外行问题 我在听您讲的时候 我在想到就是说 你说用区块链 解决金融问题 我觉得比较容易形成共识 但是呢 像传统行业 尤其吴总讲的是传统行业 可以说是这个什么 成本高 利润低 跟现在区块链相比 像这样的 你说这样的共识 怎么能够形成呢 也不一定不行 我是觉得说 金融问题是一个 因为它 因为比特币一开始 以币的身份出现的 所以大家觉得说 很自然就是说 是解决金融问题 其实上 基本系统里头 有很多问题 实际上 用这个区块链的技术 是可以解的 比如说所谓 去中心化这个事吧 去中心化不是必然的 就不是必须的 但是呢 去中心化在很多情况下 是非常有这个用的 因为就是说 在你没有一个可信 完全可靠的 一个中心的情况下 你用去中心化的技术 是解决了很多的问题的 所以 还是有可能解的 我觉得像实物这些方面 因为我对实物这方面 我觉得实体的 最重要的就是信息的 可靠 可靠 就是 它跟链之间的关系 它怎么上来 这个 一旦它信息上了链 那就变成一个信息的问题了 信息问题 有信息问题的解法 大家一想起食品 就是拿一个西红柿 这让我怎么知道 这个西红柿跟链上说 那西红柿是同一个 这可能是主要问题 对 是这样的 所以它这边 安否的这个项目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看起来 主要它核心第一要解决好的 就是SPJ这个体系 是一个信用经济 我们把它归纳成信用经济 所以这个信用经济 这个信用和比特币的 不可篡改性 它不是完全等同的 而且就是在什么大的范围内 因为你这个一个是 你生产厂家 你这些农场 究竟有多少农场 比如咱们说做联盟链 你多少要上这个联盟 然后呢 对于消费者 你每一个消费者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上链 这就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夏博士 您刚刚提到这个东西 在技术层面怎么解决呢 技术是 它其实可以解决 你比如说 一个西红柿 我不太清楚 我可以来一盒 比如说 我上这一盒西红柿 我再保证说 这一盒是某种质量 我把这盒 封装 用技术封装好了 就是它破这个盒的时候 我能发现 假如说 那这样实际上 你就不是 从那一步跳跃了以后 你就变成说 你实际 你讲得很对 因为实际呢 因为我也是去了解 安博的具体运作 它也不是一盒 它是一批 一批也行 很实在 很实在 就是说这个农场 这批摘出来的 然后呢 它是SPGS PGS 这个小组 有见证人 这个就是一些消费者 就是咱们这样 咱们这个 甚至于大妈就去了 然后它把这个 见证的这个结果上链 大家都觉得是靠谱的 这一批 这一批可能是几百斤 是的确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大家就分了 买了就分了 那你是现场分了 还是说就是完整性 它的就是 它的后续的完整性 对 这个就是 这个你问的问题 也很有意思 也就是说 在这个信用的 这个环节里面 它究竟哪些 是属于不可信 哪些是可信 对吧 哪些就是你是OK 因为你要较真 因为你是研究这个密码 又有研究安全的 你要较真教下去的话 这个是你能从数学上 你可以论证 如何如何 它是不可解 最后这个 你看刚才已经 功力博士已经讲了 这个共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已经有这个 有这个面断了 绝对的共识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在相对 也就是说 你在哪些是可信的环境下 哪些不可信的环境下 然后你这个达到一个 折衷和平衡 相对的共识 对 因为你比如说 它可以说它的渠道 你比如说你刚才讲的 这些证人 witness 都是可靠的 比如说 对 那如果它都是可靠 它就当时就拿走了 一人拿一百来斤回去分了 那这个可靠度 就从它那儿就来了 对 或者咱们用这个 就稍微说一下技术 比如说你就用最严格的 这个白战廷将军算法 你得这个 三分之一的人是坏人 对吧 他得串通 就他的这个 比如他的见证者 那他得串通一气 而且是要超过三分之一的人 一起作恶 对吧 这个事它才有效 大妈 大妈大叔 做必然白战廷将军 这个协议是不太可能的 对 这个呢就是 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实体 区块链的面临的一个技术的挑战 那么刚才两位博士也讲到说 这技术挑战其实是可以解决的 只是说在共识上呢 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共识 对 然后还有就是说 它有几个方面吧 我们来考虑 就是几个方面 一个呢是它的规模 对吧 因为它肯定是人数非常多 首先我们就可以按照 十亿的用户来设计 这个是不过分的 这个食品 然后你整个的这个生产环节 对吧 生产者 然后到分销等等 这一切呢 这个体系也是上百万 对吧 可能是 就弊端 很大很大 这是一个规模 然后还有再有一个就是 就是功力 就是你现在研究一些跨链的问题 因为它绝对不是说一个链就能解决 这么大 它是 因为它是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协同作业 对吧 要跟很多很多不同的 做安全食品 甚至不同的机构 还有不同的国家 也是全球性的 所以等一下呢 我们会来讨论一下 就是在这个环节当中啊 每个这个 每个人 或者是每个环节扮演的什么角色 我们等一下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